103年度南部共佛栽生法会 日前也在高雄阿联光德寺举行 在光德寺妇女合唱团美妙的歌声下 为这次南部共佛栽生互生遇国祈福大法会揭开序幕 担任这次活动的主委进行长老 不舍高雄气暴罹难者 现场为他们持送拨了薪金 并承诺要捐赠一辆消防车给高雄市政府 这次高雄是很不幸的 8月31号的晚上 以及7月31号的晚上 发生了很严重的气氛 已经知道有三十位晚生 有三百多位受伤 请市长在这期间 尤其是V堂的辛苦 我们也要给他鼓励鼓励一下 谢谢大家 我想我们 我听说这一次啊 那个消防车啊 已经换了好几台了 我想我光不是想要坚固这个消防车 可以吗 谢谢 谢谢 等一下 我想我们大家很虔诚的念佛罗信经 我们今天 以这个功德 来回向往生者 能够反映到西方这个世界 受伤的人 能够赶快赴养 更加希望在一起 能够赶快维护 让我们的高雄自己的市民 更能够做得平安的日子 除了有南部珠商展老参与盛会 更有来自日本京都的法师 也一同参与此次盛会 众生齐聚一堂送念经文 希望可以早日平起高雄气暴的商通 法界新闻杨之冲高雄采访报道